近来,习近平主席先后复兴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界友好人士,美国史蒂威将军后人,指出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两国人民应该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扩大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这两封复兴充分彰显了习近平主席对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和两国人民交流的高度重视。 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民间交往始终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洁动力。 目前中美已建立起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城,促成了众多的务实合作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疫情过后,两国民间及各界交往重新热络起来,因为加强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使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为根本遵循处理对美关系,致力于同美国建立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一贯支持和鼓励中美民间交往,希望美方也顺应名义,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共识,支持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